现在正逢胶白笋的盛产期 而在农会门口可以看到不少的农民 提着一代一代的胶白笋正在进行批发 而近到10月中旬 不仅是在街上许多自授的胶白笋 农会表示从9月底 胶白笋的早生种就已经开始采收 不过早生种的长度较短 外观看起来也比较绿 而目前所采收的则是包含早生种与晚生种 而数量也越来越多 那现在这个季节 刚好是我们晚生种出来的时间 所以现在刚好农会在运销 也有早生种也有所谓的晚生种 早生种它的特性就是 它的肉会比较短一点点 那皮比较绿一点点 那晚生种的话就是肉比较长 然后它的皮会比较白 所以我们正式三枝的甲白笋 一般来讲我们都称之为晚生刺客种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这个是真正的咖白笋 就是现在差不多国庆 双十节以后出的那个甲白笋 基本上就是我们所谓的 比较好的这个品种 就是我们晚生刺客种 那如果这个季节 你来到三枝买 大概大部分的甲白笋 就是所谓的晚生刺客种 这个品种 现在品质还很好 万种的品质还很好 辣椅的品质 它比较小的 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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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比较低 就是肉要放来 才会比较漂亮 才会比较漂亮 万种的 才会比较漂亮 才会比较漂亮 農民表示 以种植四分地的 胶白笋来说 可以产出五千台金的数量 虽然产量与去年相较之下 没有多大的差别 但是农民还是直说 今年的雨水不够多 导致肉质没有去年来的好 而农会表示 今年的预估总产量 可以来到四百公顿 而一公斤的批发价格 则是大约落在八十元左右 是相当的不错 我们大概今年的整个面积 我们是预计 差不多六十公顷 那总产量大概 差不多四百公顿 我们预计整个三只香 可以销售 差不多三千万左右的 这个甲白笋 那以目前的 大概批发价 是大约一公斤八十块 那零售价的话 大概一台斤八十块 大概目前是这样子的价格 称重 挑选 绑带 农会工作人员 一刻也不得闲 农会表示 依气候 品种的不同 所种植出来的甲白笋 也有所不同 而今年到目前为止 的甲白笋产量与品质 都还维持在水准之上 预估到十一月的中旬 就会采收完毕 记者许端一三只 采访报道